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和鬆他的頻道 現在大部份的學校都放了暑假 很多人已經飛了, 或者是準備飛 我也有很多朋友今天上飛機 他們告訴我, 如果你真的飛百明漢機場的話 你真的要做多一點去到機場 因為今天拍出來是, 全門 是你連check in 都差不多排到出門口 就是你counter那裏去辦你登機手足 都未走到去檢查行李那裏 他說都幾逼, 都頗為辛苦 因為本身他是住在八明漢附近 所以他是想在八明漢那裏上飛機 就會容易一些, 他是轉機來的 但他覺得, 那我省了兩個小時travel去Hearrow 這樣會爽了, 其實是爽了的, 本來 本來是, 這個方法要depend到你什麼季節飛 因為他在八明漢飛, 本身就省了兩個小時 但他甚至要轉機, 但他覺得幾個小時 我可以落地鬆一鬆, 什麼多蝦, 或者什麼杜拜 鬆一鬆之後, 才再上飛機的話 會不會那麼辛苦, 飛長途的話 但是他這次就乃獲金了 因為他一上飛機, 機師就說他們要delay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麼就delay了, 已經等了一個半小時 機師說要再delay多一個小時 那麼就終於是等了兩個半小時 一架飛機才可以順利起飛 早知道駕車出去Hearrow 也不用塞在一個, 又這樣說 你不知道Hearrow現在的情況是如何的 但是呢, 因為小機場呢 大家都會有這種想法 反正我都是想轉機, 鬆一鬆 變成了他可能是超過了他的負荷 再加上之前這個 藍畫面 藍畫面的這個大災難 這件事真的很誇張 我聽聞呢, 很多的超級市場 那些自動售賣機 即是你去 self check out 全部都藍畫面 那有幾間呢, 即是一定要用現金才可以給好錢 甚至乎有報導說, Sky News 昨晚是播到播不到直播 因為直播都藍畫面 因為直播都藍畫面 那我不知道啦, 應該現在已經fix了 那所以呢, 大家是因為這件事呢 而又backlog了, delay了一些行程 那令到他塞上就再塞了 那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要出門的話呢 你預先要預早些少去出發 還有, 你要看清楚你的航班有沒有任何的變化 因為都不只是英國的機場有這個問題嘛 嗯 你飛去的其他任何一個地點呢 都有機會他們是有出現延後 而所移而導致一個delay的情況的 然後呢, 我們今天有個朋友呢 就發了這張照片來 那你看一下它上面那些字呢 什麼brebrewex brewex brewex 是不是去了瑞典? 德國? 那類型的國家 但它不是喔, 它是在英國的喔 你看下面是grex來的 那很明顯呢, 它是英鎊來的 那價錢是英鎊 是喔, 還以為他去了旅行 你完全沒有辦法看得明白 它究竟是寫著什麼 應該是, 這個是藍畫面另外一個的後遺症 是會令到電腦呢, 互言亂語 那今天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的呢 就是關於上一次呢, 在Leads那裡呢 就有一個騷亂出現了 是啊 那就懷疑是有虐兒的行為 然後那個BB呢, 就受到一個頭部的創傷 送了醫院之後, 就懷疑是醫院呢 就向Social Service那裡避了案 那Social Service呢, 就介入去調查這件事 那同時之間呢, 由於呢 反應過大, 就是那家人 那就令到Social Service呢 就叫了警察來 是啊 那跟著呢, 就當著一些 Camera的面前呢, 就拍到片呢 那個Social Service那裡的警察呢 是將他家裡的五個小朋友 全部帶走了的 而根據網上的Social Media 就聲稱呢, 是沒有原因地 就帶走了他們的小朋友 那我當時也有講過啦 就, 對於這個事件是怎樣發生呢 是抱有一個懷疑的態度的 嗯 那今天呢, 也都有一個網友 就在我那裡留言 就說那件事 他說, 他沒有說他的Source的來源在哪裏 他說呢, 當時呢 就是那個BB呢 是被那個區裏面的小朋友 不只是那家屋人 那家屋, 還是鄰居 就拋上天空路 當空中飛人那樣拋 據說他講而已 不是任何新聞證實的事情 OK 就是說, 那個區裏的那家人 他一向都是在照顧兒童方面 是有疏忽啊, 有一些問題在那裏 就是有他們做一些很危險的活動 而導致到他有受傷 所以Social Service才介入 就並不是任何無理的事件 但是呢, 這件事呢 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證實和求證 還有呢, 也都真是在過往做那麽多年的經驗 有聽聞過 Social Service呢, 如果一旦是介入了的話呢 他是會很麻煩的 而且呢, 也都有聽過是有無理 你拿走小朋友 即不是無理 是沒有當面跟你解釋清楚 就做了那件事 是 都有聽聞過 但是, 這些是否真實的事件呢 我們很難去評論 還有, 都隔了那麽多年 那但是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什麽呢 就是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我也都沒有辦法Fat check到 但是呢, 就是來自於一個觀眾 他是私底下PM我 就講述了一件他自己經歷過的事來的 那我沒有辦法去證實他在說是一個真還是假的 但是我相信他就沒有什麽必要要這樣說謊的 那他呢, 也都幾詳細交代了他那個經歷 就和這個Social Service這件事呢 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那這個故事是怎麽樣呢 就是, 這位移民英國的香港人呢 他就最近這幾年呢 就生了小朋友和他太太 那他呢, 這件事呢 就發生在去年 那去年的時間呢 他的小朋友呢, 只有1歲左右而已 那剛剛出生沒多久了 但是呢, 很不幸地呢 他的太太呢, 可能因為 就是要適應轉換了環境啊 和自己的身份又不同了啊 多責任啊, 你知道沒有陪月 又沒有姐姐這樣 就是壓力又大啊, 各樣東西呢 就出現了一些產後抑鬱的症狀 那這個產後抑鬱的症狀呢 那這個產後抑鬱的症狀呢 其實就是很common 都久不久會聽到 就是你如果, 如果不去醫治的話 後果是可以很嚴重的 那所以呢, 他們都明白 就是有產後抑鬱症呢 是不能夠忽視啦 所以要是去及時找醫生治理 那他自己呢 由於為什麼會覺得自己一定要找醫生治理 就是他有 他太太覺得有想傷害BB的念頭 但是呢, 從來沒有做過的 但是就有這樣的念頭 是 其實, 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記得呢 坦白說我記得呢 在我的大兒子出生的時候 小兒子好像也有 大兒子那時候呢 剛剛做人的爸爸嘛 是啊 我沒有改變環境啦 但是我整個活動的周期 完全被他打亂了 就是作息又不定時啊 長期照顧 那他又會哭你 就是我是一個沒有什麼接觸小朋友的人 所以呢 我又不是很懂得去照顧他啊 或者是安撫他 因為他都會令到我的情緒很繃緊 那他不斷哭的時候呢 真的會煞那奸閃過一些想捏死他的感覺 噢, 不用BB的 我有時候看著你都想捏死你 哈哈哈哈 分頭抑鬱 是不是你現在看著我都 其實, 蘇珂說 如果一夜捏死你會怎樣呢 就昨晚而已嘛 你睡著扯著鼻子的時候 好想 兩隻手指塞進鼻子 啊, 看看會怎樣的呢 還有實驗 就是這個感覺 沒錯, 我明白的 但是呢, 你沒有做過是不是? 沒事 但是呢, 他就覺得自己 有一個可能性 會去傷害嬰兒 是 所以他就預訂了那個GP去看 是 那他跟那個GP就講了他的經歷 他所有抑鬱的經過 各樣東西 那那個GP就給了一些抗抑鬱的藥給他 但是同時之間呢 就報了給社工 但是呢, 他是沒有跟他老婆說到這件事 就是那個GP是沒有說 我可能我們要找第三方的社工去介入 各樣東西, 沒有啊 當時只是, 他想著自己要醫病 那就坦白地把他所有的經過 心路歷程, 全部都講出來 是 但是醫生呢, 就在沒有告訴他 的情況下 就叫了社工去跟進這件事 好了, 那之後呢 社工呢 沒多久就帶上警察上門 蛤?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common practice 是, 社工是一定會拉上警察去 有可能的 有可能帶上警察, 就是可能是common practice 因為, 很坦白地說 我只要看他寫給我的東西 那我很難, 我不知道他兩夫妻的狀態是怎樣 或者當時他見醫生情緒有沒有激動 或者他們平時 或者他們說了些什麼 是的, 或者詳細細細細是怎樣 我純粹是看他的文字 去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所以我很難去確認 究竟會不會是depend on situation 還是一個common practice 社工去做這件事 就是去調查這些新案件的時候 他是會帶上警察去的 總之他這個case有這個situation 是的, 尤其是可能是牽涉到BB 初生嬰兒 是 因為這次Litz那件事是這樣的 是初生嬰兒 是 所以, 警察呢 就去到了 跟社工去到了 然後呢 警察呢 就要求 要帶個BB去醫院那裡驗傷 但是呢 他說 中途是沒有人解釋過那個程序是怎樣 還有究竟 為什麼要驗傷 是的, 為什麼要驗傷 還有發生了什麼事 是 那可能醫生有跟社工交代 社工再跟警察說 是 但是就沒有跟病人說 是 病人當時是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情況 突然間 一天叮噹 警察就上門帶了社工來了 是 這個是許罪術給我聽的事 OK 但是因為發生這件事的時間呢 他家裏呢 就沒有其他人 是 就只有他太太 還有個BB 是 那個爸爸呢 寫這個訊息給我的觀眾 就是看醫生那個人 那個爸爸呢 就在上班 是 那麼呢 他正在上班 他又做不到任何事情 那麼 社工呢 就直接打電話給這個爸爸 然後呢 但是在對話過程呢 又沒有跟他交代些什麼 只是不斷問他呢 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到家 是 就是可能不想在電話那裡交代 或者可能他溝通上面 可能有少許障礙都不出奇 嗯 所以就叫他盡快回家 然後呢 就交個電話給他太太 跟他講了發生了什麼事 他才知道糟糕了 說他有警察啊 有社工上門 那麼他馬上呢 就回去 但是呢 當時已經送了去醫院了 那個BB 已經送去醫院 那他媽媽呢 媽媽都跟上去 OK 所以那個爸爸都跟上去醫院 是 然後呢 幸好呢 醫生說呢 那個BB呢 就沒有任何的傷勢的 然後呢 到這一刻 社工呢 就開始坐下來 跟他們說 發生了什麼事 嗯 還有那個程序是怎樣的 然後呢 社工就說了 說由於他的太太呢 情緒呢 就不穩定 那所以呢 這個爸爸呢 由即日起 開始 要離開那個BB 就是跟他說 要不可以離開那個BB 他說媽媽的情緒 媽媽的情緒 不穩定 而家裡就只有 如果爸爸上班呢 家裡就只有媽媽 和那個BB 媽媽的情緒 當然是不穩定啦 你突然有個警察 和一個社工上門 然後想他怎樣 噢 更加不穩定 所以呢 這個爸爸呢 就要即時 是要留在家裡 24小時 綁住那個BB 和他太太 兩個禮拜 就是不能上班 那他就馬上問 喂 那大哥我 那份工怎麼辦 他當時 那份工找到很久的 那現在突然之間 要請假 怎麼解釋這件事呢 是呀是呀 就是很難 解釋 還有一件 很private的事來的嘛 是啊 那個時間就很難做了 但是社工就跟他說 我不理你 這個是你和你公司之間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呢 我們就會帶走那個BB了 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根據他的訊息 是這樣跟我說 是 所以我才跟你說 我不肯定這件事是真實 還是不真實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理由 要說謊 還有這麼細節 說得 是 然後他就說 他當時呢 就是很惡然 是啊 就是沒有想過 因為太太有過這樣的情緒病 嗯 去看醫生是想著 希望可以盡快 在及早跟治他 是 但是突然間 那件事是會無緣無故 升級了 是啊 而他太太的情緒 就更加不穩定 那一定 是這個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到 任何人都會 我覺得不抑鬱 都會被他這樣搞抑鬱 是啊 是嚇嚇的 真的是瘋的 是會的 因為他是 寶寶你 要麼那個寶寶就 你看著他兩個禮拜 要麼你就要 放手給別人拿走 但是同時之間 你這樣做 可能會 馬上沒有了份工 是一個三難的局面 完全是 是啊 他說他還很記得社工的面子 他自己說 當時他覺得社工不是那種很想幫你的狀態 這個是他說的 他說我們還很記得社工的面子 不是真的打算來幫你的 是 然後他之後就跟公司說 他說他很幸運 公司給了兩個星期 是work from home 他說那兩個星期 是每一天都有社工 是不定時 random的時間 來拍門 上哪一天 是啊 每一天 是 就是還嚴重過你COVID 是 譬如COVID 那時候隔離那些 沒有人上門 是啊 鬆媽病了的時候 我就回香港 就去看他 照顧他 我就帶了一個手扣 是 好像監犯一樣 電子手療還是腳療 他會每天都打給你 check in 看看你是否在 是啊 他都是打來的 這個是直接上門的 是 每天都會拍門 他說如是者 社工是拍了兩個星期門 是 每一天都有做 嗯 直至兩個星期之後 社工就沒有再上門了 就消失了 是啊 他說之後 就沒有之後了 就是沒有再跟他說 那你之後需要怎樣做 會不會需要定期去覆診 或者說每個星期 每兩個星期社工來找你 那完全沒有說 連兩個星期完了 那現在完成了都沒有說 他說他用語就是 然後就不了了之 是不了了之 他說呢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就這樣叫做解決了 就是literally 他寫的字是這樣 他不知道他這樣 是否解決了 就是沒有通知你 那個procedure完成了 你可以回 通過了 你可以回到正常了 你多久要check他一次 要留意什麼 要注意什麼 一看沒有交代 就這樣就 完了 那件事 他說呢 他太太當日 是因為想自救 然後才求救 是啊 但是呢 他們不理解 為什麼無端端 就被人當作賊 是啊 然後呢 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上身 但是他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是覺得社工 是沒有在情緒上 或者那件事件上 有任何幫助他 感覺上就是 我自己個人的理解 就是社工的程序 就是他要確定那個BB是安全 是 而在那個procedure裡面 就是 如果這個BB 在醫生驗員都沒有傷 嗯 他們的程序就是 只需要 這個爸爸 是密切留意著他的太太 是 而那個時期是兩個禮拜的話 是 而這兩個禮拜都沒有任何事發生 他又跟著那個程序的話 那件事就叫process了 就是他根本就是跟著flow chart去做事 我感覺上就是 就是flow下去 我感覺上就是 就是有少少少官僚 就是bureaucracy那種 也是 我做齊了我的事就行 是的 那你之後 再有其他東西的 那個就不是他那個部門負責 也都不是 他那個mission裡面的任何一部分 那這樣不make sense 這個是一個情緒的問題 而發生的東西來的 不是一個暴力事件 而發生的東西來的 那你這個東西 是會導致他的情緒去更加惡劣的 那他這樣做根本就是不對的 這個意思是 如果這個situation是因為 譬如我家被人家暴 那他用現在這樣的手法去 handle這個case 就make sense的 因為這樣 那真的是一個immediate的 那不會啊 如果你被人家暴 可能李先生家暴你 還叫李先生24小時對著你 還暴力更加重要 不是啊 我說situation 可能你説 那個媽媽打了他 打了兒子 打得很嚴重 那你馬上帶走個嬰兒去驗傷 那是應該的 但是現在它是未發生的 不是啊 他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傷 才致給他有這個觀察期 如果驗到是有傷 就已經是立刻帶走的了 我相信是有年齡分劃分的 我估計 因為譬如可能0至3歲 一個完全沒有反抗能力的 沒有自己去解釋 任何東西的能力的情況底下 你這樣打傷他的話 一定是老爸老母的疏忽照顧的了 是 那所以就會 那個訊號就更加嚴謹的 我估計應該是那麽上下 都有可能 但是那個問題就在於 他在他的經歷裏面 是沒有任何東西是 去輔助那個攝氏人 就是那個病人 是 那現在是 因為你那個原因 是因為他有一個情緒上面的病 是 而導致到他有可能會想去傷害他自己的 就是初生嬰兒的這一個事件 是啊 那你只觀察 只是覺得 喂 我做了我飯的訊號就是 他這樣的時間內都沒有再傷害他 應該就不會傷害他的了 原來兩個星期就知道了 這個是從經驗 或者從資料數據顯示 但是實際上那個原因 是沒有解決的 他好像開了藥給他就算了 不是 開藥那個是醫生做的 是啊 你不覺得他分開很多部分嗎 第一部分就是那個醫生 去負責他的情緒疏道 和去開藥去醫治他 是啊 社工呢 純粹是來為了 看小朋友的welfare 是 警察呢 就是去 調解任何有機會發生的暴力事件 和可以帶到那個小朋友去驗傷 因為應該是根據過往的經驗 這個動作呢 就已經是可能會觸發到一些暴力的事件 或者是有一些爭拗姿態的衝突 所以才有警方的介入 其實整個 就是根據我看他的描述呢 整件事 那個分工是很明確的 就是 醫生就做醫生的部分 社工做社工的部分 警察就做警察的部分 問題就出在哪裏呢 問題出在這三個步驟裏面呢 是沒有任何interconnection 就是不會說 醫生有跟病人有溝通 再跟社工服務員有溝通 interlink了他們 社工服務員他們 怎麼樣去做這件事 介入這件事 有沒有跟病人解釋清楚 病人是為什麼會從何而得知道 這件事會演變成這樣 整件事就是有一種蒙在鼓裏的感覺 就是我有我做你有你做 我覺得不可以完全怪那個社工服務員的 因為 首先 可能溝通上會有一些問題 可能當事人未必發現到 可能其實 有解釋給他聽 而他可能miss了都不頂 另外第二就是 他在那個 就是調配資源的時間 他有個明確分工 就是因為為了我要知道 醫生就負責了你健康那部分 那我社工服務員沒有理由 去負責醫生做的事 醫生是專業的 社工服務員我就要確保 那個嬰兒沒事 那個嬰兒沒事就是我的職責了 而警察就是要確保 那個社工服務員做這件事的時候 能夠順利安全地進行到 因為很可能有一些家長是 一來那一下帶去嚴傷 就已經是發瘋了 情緒很不穩 甚至乎拿武器出來 或者可能 還有根據他們這麼多經驗 這個是一個 一個叫做怎樣說呢 比較上是坦白 還有沒有攻擊性的一個例子 但是你不可以排除 有很多時候可能 社工服務員會遇到很多 是有危險性的 而我父母是刻意隱瞞 他們虐待兒童的 因為在英國的而且確 是有較多這一類型的事件 而很多時候往往發現的時候 可能已經太遲 是 之前也都看過有一個 個爸爸 在這間屋裡 就和兒子 困著兒子不讓他出去 是 結果是活活餓死了他在裡面 是 這個是幾年前的事 直到 是 真的有味的鄰居打破門移入 才發現到 已經是造成了悲劇 所以如果你鑑於有這樣的先例 你很難怪他會有這樣的行動 但是可能在溝通上面 是要有一點進步 不過我都記得生第二個的時候 我都有情緒低落 生完之後 第一個沒有反而 第一個 可能因為 所有東西很新鮮 我不知道 可能很快過了 我不記得第一個有試過 但是第二個我記得 我又不察覺你有 你沒有跟我說 直到這個moment 我才剛才知道你說有情緒低落 你沒有跟我說過 我沒有跟你說過 沒有跟你說過 那又持續了多久 不是很久 我想三四天 這樣 一生完頭三四天 生完 對 那時候還要餵椰奶 對 生完之後 我想過幾星期 過幾星期之後 就有三四天 情緒很低落 不知為什麼 但是自己感覺到的 那會有什麼念頭 有捏死我的念頭 嗯 我經常有的 這個 但是 有什麼念頭 嗯 會不會有傷害自己 我沒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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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的 只是覺得那個人很 很悲觀 就是想事情很悲觀 就是他突然間絕望不到 就是我不是很悲觀的人 是 沒錯 你是我認識過最樂觀的 那一陣子 我看一下東西 我會覺得 就是世界很暗 就是這樣 是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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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己控制不到的 思想一下就會在想 我不是這樣想的 這樣 因為 會意識到 不過這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小小情緒上面波動 因為賀爾蒙 可能是賀爾蒙的變化 那樣東西 一定是的 是很普遍的 就是我聽過很多女性 都有這些這樣的情況出現 一定有的 那這一位的觀眾 就是他 以後最後 他就告誡了 就是 就是 可能你在 表達給醫生聽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 類型的這樣的情況 嗯 你要 懂得去怎樣 好些去表達 還有 因為有過他這件事 為什麼要分享出來呢 就是 給大家知道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所講的一個私人的病歷 裡面是有機會會牽涉到 兒童的安全問題 嗯 尤其是 幼兒的安全問題的話呢 嗯 後續這一位事主所講 所描述發生他身上的事情呢 是有機會發生的 是 就是這個要 我覺得at least要給大家 有一個 打了個底先 我覺得知道好些 是 其實是的 因為 譬如 就算 即使 你真的要 很難 很難告訴你 看醫生 你盡量 不要告訴醫生 你的真實情況 那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要醫治好 你一定要坦白地說 是嗎 如果真的有過 這樣的情況 他是 有想傷害小朋友的念頭 那你無奈底下 你都一定要如實告知的 就是等於 等於你駕車 車牌 你怕沒有了車牌 但是呢 明知道糖尿病 有某種型 是一講了醫生 就會不讓你駕車 一段時間 甚至是永久不讓你駕車的 那難道你為了駕車 你就不告訴醫生嗎 就是同一個 同一個道理 是的 但問題就在於 你可以 去給一個心理準備自己 就是經過這個分享之後 可能會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第二就是 如果譬如你要上班 那你都 懂得 懂得去變通 懂得去跟老闆安排 調動自己的時間 做足一個最壞的準備 In case這件事真的發生的話 那我應該怎樣去應變去處理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 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由於我自己對這件事 都本身抱有很多的疑問 因為 首先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 那也都見到報紙上面有 賣了一些什麼事件 Facebook裡面有流傳一些 說強行帶走的事件 甚至乎現在有 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都說自己有遇過同類型的事件 那他很細緻地描述了 一個這樣的故事出來 那所以 在這個可信程度 其實我覺得頗高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我有很多的疑問 譬如我剛才所說 在什麼的情況底下 就會有他的這樣的處理方法呢 如果當時那個先生 他真的走不開 又怕沒了工作 他逼於無奈地 可能有 中間有一兩天走開了 然後上門見到他不在 又會有什麼結果 是的 又會發生什麼後果呢 如果真的 這個寶寶 是真的被帶走了 什麼途徑才可以拿回來呢 這些全部我都充滿了一個 很多的疑問 那另外呢 就 鑑於我有一個疑問 我已經很幸運地 很幸運地 有另外一位觀眾 他就告訴我 原來在英國 有某部分的香港人 是在做一些社工類型的工作 就是進了英國的Social Service 的體制裏面做 那而這一位 跟我聯絡的觀眾呢 他自己呢 就是在Council裏面 做著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的社工 是的 那我就很有興趣 就想邀請他接受訪問 因為我也很想問他這些問題 但是 可能基於 任種種原因之下 暫時我就還未是可以安排到的 嗯 但是呢 就算安排不到訪問的話呢 我也希望可能 遲一點點呢 當我了解了 譬如這個故事分享了之後 那 我希望這位觀眾呢 可能是看到各樣東西 之後可以 可能細緻一點回覆我 那就是解答我們心裏面的一些疑問 然後我有個information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的 那他也有透露一點點 就是說呢 他說我們之前講的內容呢 就有些不準確的 他說呢 因為呢 有很多的家長呢 他是自己是做得不對 他自己沒有改善 而且呢 很多時候呢 是跟一些酒 淤酒 或者是毒品有關 那所以才會有這麼嚴厲的措施 而會導致到 可能要上card去申請 去協調啊 各樣東西 就是好像我們之前有 那一集講 Leads的騷亂那時候呢 不是說過有些facebook group 有幾千人在裡面的 甚至上萬人 然後裡面呢 有很多自稱是虎主的人士 是 就說自己 怎樣給social service 無理的帶走他們的小朋友啊 上card申請不到 各樣東西 嗯 但是我覺得 可能會不會是 他們自己本身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是 他主觀地 認為是不會說出來的 是 或者他自己不覺得是問題 即是事實的全部沒有 是的 事實的全部我們是不知道的 是 而這個真相 可能第三方的客觀真相呢 就是牽涉到其他東西的 是 譬如是有疏忽照顧啊 有涉及於酒啊 毒品交易啊 或者是有武器啊 諸如此類 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是 是 早在一起 嗯 但是他當他去上Facebook那時候 去拍影片 然後去申訴的時間 他是 即是省略了那些事件都不出奇 或者他覺得那些不是問題 是的 或者他覺得那些事件跟他這個 這樣被人帶走 我賣毒品而已嘛 關你什麼事 是的 我賣毒品不代表我沒有照好兒子 是的 我賣毒品就是為了買奶給兒子嘛 是的 對他來說 我賣毒品那我怎樣給兒子啊 是的 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都不出奇的嘛 所以你很難就這樣 就他上面的言論 就認為 一定是Social Service呢 就是魔鬼來的 他是無理地拿走那個小朋友的 裡面可能是 牽涉過個小時裡面 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嗯 才會搞到 會被人拿走那個小朋友啊 上了那個court啊 很多一些申訴啊 那這些當然呢 我們都是有存在一個疑問 和不確定性 始終我們不是專業啦 但是我希望呢 就是可以在 之後的日子 這幾個禮拜 或者這幾個月裡面呢 嗯 我可以和這位觀眾 可能溝通一下 深度一點點 去了解多些 關於他這類型的 那個procedure 那個procedure 或者一些怎樣的example 各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 香港人來英國呢 大部分都是帶小朋友來 或者是可能情侶 剛剛結婚 來到生小朋友 我們都見過很多 不少影片都有講過 剛剛來到生了小朋友 美滿家庭 但是你不知道 有什麼情況 可能真的有一個情緒病 有抑鬱 或者是小朋友不生性 你在家裡打了兩下 接著 然後有人來 去跟你說 你不能這樣做 諸如此類 有很多不同的種種的原因 可能導致這件事 有機會發生在你身上的心 即使我和松太 可能有一天 突然間 我們的處理小朋友方式 都出現了一個問題 或者是 或者被認為是一個家暴事件 都不出氣 沒錯 真的捏死了你 他捏死了我 還沒死 斷斷的氣 那種感覺 是的 那就帶走了我 那松太就這樣 那就對了不用捏了 馬上開心了 那不會的 我相信你都會抑鬱一陣的 怎麼都給我幾個小時吧 那不是說笑 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是每一個家庭 都有可能會經歷到 即是只要你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那所以我覺得是 要給大家知道 裡面牽涉些什麼程序 會有些什麼的可能性出現 那大家可以prepare自己多些 從而可以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好吧 Anyway 今集說這件事都用了所有時間 那所以就暫時去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 拜拜